9月份的开始也代表孩子的新学年要开始了 我们该如何利用一个安定的心 陪着孩子迎接新学年呢? Hello,欢迎来到Time to Learn with Dr. Rosa 在今天的影片中,我会跟您分享 CALM,安定的法则,来帮助孩子 带着一个安定的心迎接新学年 在CALM的法则中,第一个法则是 C,C呢,就是代表Consent 在新学年中,虽然很多孩子也还是在家里面学习 那我们怎样能够尽量减低孩子会接触到病毒的机会呢?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教导孩子的就是Consent 同意,就是呢,我们要教导孩子 在别人想要触碰他的时候 别人是需要得到他的同意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来让孩子知道,当他不希望别人碰他的时候呢 孩子要学习说不 那我们怎样能够陪着孩子练习这个技巧呢? 我们可以慢慢在生活的小细节中 让孩子知道,别人想要碰他的话呢 是需要得到他的同意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想要抱抱你,我可以吗? 经求孩子的同意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利用在家里的不同的小娃娃 来告诉孩子,当别人要碰我们的时候呢,是需要征求我们的同意的 比如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小企鹅就想要抱他的朋友 但是哦,我们必须要先问一下别人,我能抱你吗? 那才可以抱对方耶 慢慢开始培养孩子拥有这个知识 让孩子知道,当别人想要碰我们的时候呢 是需要征求我们的同意的 在CALM里面的法则 第二是A A呢,就是代表 Acknowledge and Allow 孩子要重新上学 虽然孩子还是在家里上学 但是我相信 很多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呢 也会感受到大量的情绪 那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是可以允许这些感受 也让孩子知道,我们是陪着孩子面对这些感受的 比如说,可能新的学年也让孩子感到蛮兴奋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孩子说 哇,我看到你很兴奋 再告诉我一些些,让我可以分享您的兴奋 也有可能呢,孩子对于新的学年 其实心里面是感到有点害怕的 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 孩子啊,我看到在这一刻 你觉得蛮害怕的 来,告诉我您的感受 让我能够分担你的担忧 在CALM里面的第三个法则是L L就是代表 Let your child take the lead 意思呢,就是代表 我们要让孩子主动引导我们的对话 比如说,可能在这一刻 我们不太清楚孩子对于重新上学的这个感受是怎样的话呢 如果我们问孩子要重新上学 你可能心里面也觉得有点忐忑吧 我们的猜想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所以更好的问题呢,是问孩子 对于重新上学,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在CALM里面的第四个法则是M M就是代表model 亲爱的家长,我们要记住 我们是孩子的模范 他们是需要看到我们对事情的反应 来理解这个世界的 所以有几样东西 我是希望能够提醒您的 相信在孩子重新上学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忐忑不安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住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伴侣 还有其他我们相信的朋友 好好地处理我们心里面的忐忑 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平静地面对我们的孩子 所以在新的学年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给孩子 还有我们自己一段时间来慢慢重新回复到之前的节奏 我们的心不要急 我们要一步一步来 如果有一些事情是您的孩子对于重新开学 他是有点担心的话呢 家里有不同的小娃娃 能够让我们陪着孩子用这些小娃娃来练习一下 如何面对他们有可能觉得忐忑的事情 在家里先陪着孩子练几次 到孩子要真正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了 你喜欢郭博士跟你分享的CALM的法则吗? 来帮助您和您的孩子 心里面更平静地去面对新的学年 非常欢迎您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您对CALM这个法则的看法 我会亲自回复你的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种 实用心理学的内容的话呢 请你帮我按赞 让我为您准备更多实用心理学的内容 在你等待我的下一个影片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两个影片 对您还有您的家庭也非常有用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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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